那么宁波向来也是一座以海鲜著称的城市 那么来宁波旅游往往也少不了品尝一下宁波和舟山的海鲜 那么今天就要来讲一下如何用宁波话说宁波和舟山的海鲜 首先来讲下一类海鲜的统称就是鱼 鱼宁波话念成是 嗯 嗯 嗯 这个鱼这个音呢在宁波话里面是跟数字一二三四五的五是发音一样 都是念成是 嗯 嗯 然后是代语 代语宁波话是念成 当 当 当 然后是普通话一般是说成是昌语的这种语 宁波话是一般念作是 然后是小黄语 宁波话是念成 炕霖宝 漌语宝 马济语 宁波话是 魔工 火工 虚鲜 宁波话是 那么这也要注意一下 其实宁波画里还有另外一种 一种菜叫龙头靠 普通话是写成龙头靠 它其实跟 是同一种鱼类 它只不过是 的风干制品 那么这 肉秃语 它是笔木鱼的一种 宁波画是念成 鱼汤 鱼汤 鲼汤 螃蟹的蟹 在宁波画里是念成 哈 哈 哈 而虾呢 在宁波画里是念成 胡 胡 胡 下面来介绍这种虾 首先是江白虾 它是一种在淡水和海水交界处的一种 虾类 它是念成 光巴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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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是饭店里常见的鸡尾虾 那鸡尾虾呢 宁波画 写成鸡尾虾 它是念成 鸡尾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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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无语感兴趣 欢迎扫 扫描这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加入 无语学堂 那就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下下咯 再见 各位 再见 再见 各位 再见 各位 再见 各位